各位伙伴好,我是来自花莲刀香国小的邱文胜老师 我是Open Source Education教育鬼的连讲人 我的题目是全民城市时代 国民教育阶段开源创客教育之路 那副标题是 你想教出顶尖的工程师 还是开创时代的托瓦尔德 好,那我想各位应该很少人认识我 我是明星工专电子科计算机组毕业的 电子电路跟程式设计算是我的基本盘 那武专毕业之后呢 我有去工作过一段时间 那后来当兵完之后 去考了静怡大学的应用数学系 插班,然后还好有准时毕业 毕业之后呢就到业界去工作 然后再进入教育界 那在进入教育界的时候 才发现这个国小 当国小老师是需要教育学分 所以我才去考教育学分班 那很幸运的在第二次的考试 考上了花师的教育学分班 那修完之后呢 就代课底实习 因为我是一边代课 一边去修课 那修完之后就直接转正式 那么所以我从这个武专时代 开始就在外面打工 各式各样的工作 然后后来才因为老婆的关系 转战教育界到花莲去工作 那我目前呢 是在花莲的教育处 协助教育处 来推动科技教育的部分 那么讲到我的经历呢 因为在武专的时候 我就已经在外面打工 虽然还不算自给自足 但是我做过很多各式各样的工作 从小补习班的老师 导师 一直到这个电脑公司的 Sales 然后讲师 维修工程师 到科技公司 Canel的这个印表机的维修工程师 或是我也在饭店 做过服务生 端过盘子 然后也在生产线待过 那也在其他的一些公司行号 像比较高科技的 IC信用卡的研发部门 高科技的公司 还有补习班待过 那在大学毕业的那一年 因为在我大学毕业的那一年 原本在台北松江路的一家 叫三合行 那个坐电梯上去 都还要刷卡打密码 才可以进去的 专门做银行信用卡的 RD部门 研发的一个工程师 那去不到三个月 因为老婆的一通电话 我就转站到花莲 去当了国小的 资讯教育的老师 那这中间的过程 当然是非常离奇 不过今天时间的关系 我没有办法去讲这些故事 那我进入教育界之后呢 从一个代课老师做起 代课老师又是资讯专场的 一定会在公家的学校里面 兼办很多的业务 那所以从资讯老师 除了上课之外 会兼办导师 兼导师 兼行政业务 然后到兼组长 到兼主任 甚至连人事的业务 我都有做过 通常每一年都是兼两个到三个职务 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我大部分都是以科认为主 那主要教的当然就是电脑课 那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专长 那从以前自己学校的课程之外 那教育处也让我们去包一些专案 所以我们可以在自己的学校办一些相关的研习 尤其是在行政资讯融入的的一个 或者是教学资讯融入的一个研习 那当时呢 都已经做到直接统包 就是直接给你多少的coda 让你去经办整个相关的一个研习 做到一个统包人 然后由于在Squitch跟Arduino开始红了之后呢 我们也在县市做相关的推广 那在那时候为了县市里面 为了要推广这些开放硬体 这个Squitch程式 那于是我被借调到教育处 这个是102年的事情 然后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升格为 这个县市科技教育的一个推动者 然后在四年三四年的时间 就把我们花莲县的整个科技教育 跟我们的团队让花莲的科技教育 站上了全国科技教育的巅峰 然后到四年之后 因为借调其满的关系 法令的问题 那我就暂时先编制上先回到学校 那但是呢 还是借调在教育处 做一些相关的协助工作 那我个人的专长呢 当然就是最常用到的新制图 所以我都叫自己叫做新制图魔人 那我的新制图跟一般商用新制图是不一样的 我强调实战的运用 然后另外就是新课纲里面 有一个叫运算思维跟设计思考 然后还有各式各样的学习法 早年我也追随红蓝 追随这个各种各式各样有用的知识学习的一些方法 那我的专长当然就是用科技的方式 把最好用最能够融入教学 融入行政的方式把这些重点提炼出来 变成自己的一个万用的心法 那我的工作的部分的专长呢 大概就是一些教育行政科技融入的一些推动 然后开放式软硬体的推广 还有在县的层级上面 做一些执行推广的一些战略的参谋跟执行者 那在人脉的整合 资讯的整合 跟对学校的一些资源的部分 我通常可以有办法可以创造这个双赢的局面 那所以我们合作的单位 不管是业界还是学界 我们都可以营造这个共同的利益 达到双赢的地步 所以很多的企业喜欢跟我们滑连线合作 那另外一个专长就是 我因为都聚焦在国中小科技教育 所以不管是在推动的相关的软硬体 我都会特别的去检视过 那如果说这个东西稍稍的困难 那我会把它弄得很简单 那如果这个东西是已经简单到 可以直接放在国中小 那我们就会在国中小里面 设计一些有很棒的策略 直接去做推动 那所以简单的来说 我的专长就是别人做不到的 我可以 那在